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733集 轰隆的一生 紫霄兜律宫涌动 悍然红出 如同一尊从天雀之上盖落下来的宫雀一般 降落而下 紫霄兜律宫的周围 萦绕着一道道的天火 这些天火呈现各种颜色 或青或红 或蓝或紫或绿或幽白 宛若是天穹上的彩虹降临 化作了火光泯灭一切 轰的一生 两股可怕的力量碰撞 秦晨极致催动紫霄兜律宫 没有丝毫的留守 在这种时候 他也不会留守 眼前之人不是其他 而是远古魂魔族的尊者 通天的人物 即便他的灵魂只剩下了远古时候万分之一 即便是他只是夺舍了一尊魔族的后期圣主 也绝非是一般人能够敌对 这等人物活过了悠久的岁月 像是从死亡长河中走出来的遗老 胆敢小看他们的人 几乎全部殒灭在了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咔咔的 紫霄兜律宫和对方空间束缚碰撞之下 发出了阵阵的破裂之声 那空间束缚瞬间被撕裂开了一个窝口 秦晨虽然不曾将那空间束缚全部撕裂 但是那空间束缚也无法彻底束缚住他 而在空间束缚被撕裂的瞬间 无数火焰便已经是降临而下 一道道无尽火焰席卷而来 围绕着紫霄兜律宫席卷而去 将这方天地化作了火焰的海洋 火焰的国土 魂魔族尊者闷横一声 心中暗静 之前秦晨用力剑撕裂开他的空间束缚 还可以说是他没在意 现在对方再一次破开了他的空间束缚 让魂魔族的尊者明白过来 眼前这个秦晨的实力的确超出了他的预料 此次的修为虽然才终其胜出 但是实力远超他人 此时那无数的黑色利刃 完全绞杀在了秦晨的紫霄兜律宫之上 秦晨感觉到自己的紫霄兜律宫一阵阵的晃动 同时秦晨也有了一阵阵的眩晕感 他甚至感觉到了一道道的黑色利刃 传来的杀气透过紫霄兜律宫 然后毫无遗漏地击打在了他的身上 难怪对方之间如此自信 即便是紫霄兜律宫 也无法完全抵挡住对方的攻击 秦晨的心中微惊 如果不是他拥有荒谷圣体 蛮荒之躯 还有月光神体等可怕的体质 将肉身炼制到了极致 不要说那紫霄兜律宫中传递出来的杀气 就是那杀气中蕴含的灵魂冲击就足以将他震伤 甚至当场昏死过去 秦晨刚想到这里 还没有回过神来 又是一阵阵的轰轰的冥想 那些黑色利刃似乎无穷无尽一般 又一次击打在了秦晨的紫霄兜律宫上 秦晨立即就知道 要是靠这种防守的办法 他根本就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路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秦晨没有片刻的犹豫 神秘袖剑和绿色腰剑就是强悍批处 魂魔族尊者心里正在暗惊秦晨的韧性 在他黑色利刃杀招下 竟然是还能坚持下去的时候 就看见两道可怕的剑红 从紫霄兜律宫之下批出 轰的一声 那两道剑猛速度奇快无比 才刚刚批出 就和他施展出的黑色利刃撞击在一起 魂魔族尊者完全没有想到 此时秦晨还有反抗的能力 只能够硬生生的招架出 那剑气之中带着永恒剑气 本来是无法伤到他的 但是两种剑气中 居然还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的力量 一种是无比阴冷的灵魂之力 直接轰击向了他的灵魂 要毁灭他的脑海 而另外一种是极其可怕的腰之力 开始渗透他的身体 要毁灭他的肉身 这两种力量融合在一起 立刻就给魂魔族尊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扑地声 他顿时被劈得倒飞了出去 发出了一声闷哼 嘴角又鲜血溢出 可恶 我居然受伤了 魂魔族尊者眼神惊怒 眯着眼睛 看着秦晨 无比的伸害 如同责人而逝的利鬼 他已经故意很晚才出现了 等吸收了足够强扯的精血 生命还有本源 甚至将这具身体 好好地熟悉了一遍 几乎掌握了这具身体所有的力量 甚至还想继续地隐藏下去 如果不是秦晨不停地布置阵法 他隐约地感觉到秦晨布置的阵法 会影响到他今后的计划之后 他才被迫出现 提前动手的 可即便是如此 他也已经将这具身体 掌握了十之七八 再加上他尊者境界的领悟 拿下任何一个后期圣主 那都是轻而易举 甚至连后期巅峰的圣主 他都未必在意 可谁知道几次下来 非但没能拿下秦晨 反而还受伤了 这小子真他们邪门了 魂魔族的尊者目光猙獰地说道 对面 秦晨一剑劈飞魂魔族尊者 自己同样不好受 圣元翻涌之下 差点受到强行出手的反射 为了避免和魂魔族尊者 一样喷出鲜血 秦晨主动倒飞了出去 平息了圣元的翻涌 晨 你没事吧 幽签雪急忙地 焦急地上前问道 目光冰冷地看着魂魔族尊者 这就是这个秘境中 隐藏的远古强者 估计设计陷害他们的人 也是他 不管是谁 想对秦晨不利 他都会和对方拼命 幽签雪 目光冰冷 一道道 九级之水 悬浮在他的身边 散发出了浩荡的气息 我没事 千雪 你退后 保护好自己 秦晨眯着眼睛说道 心中却是颇为震惊 这魂魔族尊者的可怕 那月魔族的首领 已经够强大了 但是在他的面前 只能被紫霄兜律公 和天火压制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可是 这魂魔族的尊者 在面对紫霄兜律公的时候 居然浑然不惧 如果不是神秘秀剑的诡异 想要击退他 绝非是那么容易的事 远古尊者果然强悍 这还只是对方的一道 残魂夺舍的远古 如果是全盛时期 那将有多可怕 谈指尖 恐怕就能将自己斩杀了 看样子 只能施展万界魔术了 轰的一声 秦晨身形舒展 一道道空间之力 从他的身体中萦绕而出 下一个 哗啦啦 无数的黑色树枝 如同是触手一般 从他的身体中 疯狂的袭解而出 向着那魂魔族尊者 抱拥而出 根本不给他揣泄的机会 煞时间 天地间无数黑色触手狂悟 浩荡的魔器遮天蔽日 仿佛要将天地都给遮盖 万界魔术一出 整片山谷中到处都是浩荡的气息 一道道魔器弥漫出去 将整座山谷化作了魔器的海洋 这种魔器并非是魂魔族尊者 和月魔族那些人身上的那些邪恶魔器 而是无比的中正 浩荡 这是最为纯正的魔器 不带任何的属性气息 无数的黑色触手如同汪洋 疯狂地误动 朝着魂魔族尊者疯狂地席卷而去 而位于魔器触手中间的秦晨 转瞬之间就化作了魔中之王一般 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感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战王宗主 虚空盗匪们 看到了这一幕 一个个眼神中流露出了无比的震撼之色 心中狂战 这小子怎么突然化身魔王一般 难道他也是魔族吗 不对啊 如果秦晨是魔族 那么之前就不会对月魔族人动手了 而且秦晨虽然周身魔器 可是身上的气息却是无比的纯正 依旧是人族之力 可是人族竟然也能施展魔族之力吗 一时间场上所有的人都快疯了 秦晨的手段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让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给予所有人强烈的震撼 通那一声 无尽的魔器触手 疯狂地涌向了魂魔族尊者 天崩地裂 虚空阵的像是大末日一般 带来无尽的毁灵 竟然是 真的是万界魔术 我魔族至高的无上神术 居然在一个人族的小子手中 魂魔族尊者目光争灵 眼神中闪烁了前所未有的激动光芒 万界魔术 那对于魔族而言意义非凡 乃是天界魔族的魔术 传闻 宇宙开辟 混沌诞生 无数的生灵诞生 天地间本并没有魔术 但是混沌之中却诞生出了一颗魔术 那就是万界魔术 因为万界魔术吸收混沌之力 释放出了无穷的魔器 天地间才渐渐地出现了第一个魔族 万界魔术是魔族的起源之术 相当于混沌魔朝位于一魔族的地位 只不过 远古混沌之中天界混乱 各种大巫大魔等强者林立 洪荒祖龙等混沌生灵彼死大战 这是最古老的战争 从那之后 万界魔术也被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颗魔术种子 一直摆放在魔族圣地 交由历任最强大的魔族保护 但是 这颗万界魔术的种子 早在远古之前就已经遗失了 传闻是被魔族中的一个种族偷盗而走 要挑战渊魔族的地位 后来便是天界大战 寻找万界魔术种子的事情在魔族也就耽搁下来 可如今 万界魔术竟然出现在了一个人族的手中 让魂魔族尊者如何不激动呢 万界魔术 乃是我魔族的起源之术 远含我魔族至高的力量 只要是得到此数本尊一旦融入体内 日夜吸收魔术本源 岂不是最终就能成为凌驾在约魔族之上的至高魔族了 魂魔族尊者目光凶悍 如同悠悠的恶 散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油光 死死的盯着疯狂席卷而来的魔术触手 激动万分 砰的一下 他在体内无尽的魔气升等 煞时间天地间像是变成了魔气魂魄的海洋 一道道可怕的魔魂之力席卷而出 并且这魔魂尊者的身上 开始萦绕出了一道道黑色的魔族之力 与那万界魔术的触手对抗在一起 竟然抵挡住了万界魔术的入戏 万界魔术疯狂的舞动 居然是无法穿透这魂魔族尊者的身体 你怎么也没想到吧 本尊现在是一尊植魔族的人 植魔族乃是魔族之中最能和灵药沟通的种族 因为传闻这植魔族便是 远古时代一棵魔术所衍生出来的种族 而那一株魔术传闻便是这万界魔术当年的一片树叶所化 魂魔族尊者激动的大叫 身体之中一道道植魔族的力量萦绕而出 竟然像是和清晨体内的万界魔术产生了某种共鸣 抵挡住了万界魔术的吞噬和袭击 嘿嘿嘿嘿嘿 小子 之前本尊就已经知晓你拥有万界魔术 怎么会没有准备呢 乖乖地将这万界魔术交给本尊吧 此物还不是你一个区区的人族能够拥有的 轰的一声 魂魔族尊者身上绽放出无穷的直魔之力 他双手掐动手绝 这些直魔之力迅速地化作了一道符文 要融入到万界魔术的触手之中 并且这直魔之力还融入到了他的尊者级灵魂 竟然是要通过万界魔术的触手 直接争夺秦晨对万界魔术的掌控权 秦晨冷哼一声 眉头紧皱 没想到这魂魔族尊者竟然如此的交诈 知道他拥有万界魔术 早就等着做好了争夺的准备 可是那魂魔族尊者有准备 以为自己就没有吗 这魂魔族尊者是魔族高手不加 而且偏偏毒舍了一尊直魔族的令药大师 换作是普通人族得到了万界魔术 肯定被对方夺走了 可惜他遇到的是自己啊 比魔道感悟 自己难道就差了吗 秦晨冷笑一声 他身体之中一股浩荡的魔族之力 骤然营绕而出 是冤魔族之力 虽然秦晨已经是进入到了魔界 但是秦晨对冤魔之道的理解还在 冤魔大道失产而出 万界魔术上爆发出来的力量 瞬间变得更加恐怖了 秦晨通体魔器 像是变成了一尊魔族的高手一般 这还不够 秦晨在催动冤魔之力的同时 五密之中的生死魔殿 也被他顷刻间催动了出来 轰隆一声 阎罗魔族的至宝生死魔殿虚影 悬浮在了秦晨的头顶 和紫霄兜律宫 相得一张 彼此沉浮 煞世间一股可怕到极致的魔气 如同汪洋一般的席卷而来 融入到了万界魔术之中 狠狠地冲击在了 魔族尊者所施展的力量之上 轰隆一声 在凝聚了冤魔之力和阎罗魔族之力的万界魔术的攻击下 魂魔族尊者施展出来的直魔之力瞬间被层层碾压 一股可怕的魔气之力竖地轰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将他轰飞出去 扑的一声 他倒飞出去 口吐魔血 这一击比秦晨之前的神秘秀剑攻击更加可怕 恐怖的冤魔之力直接渗入到了他的身体 温乱他的魔源 臭小子 冤魔之力 这怎么可能啊 魂魔族的尊者难以置信地看着秦晨 发出了如同夜宵般的淒厉嘶